我都会觉得马来西亚的单纯跟善良 已经是了,已经是了,已经是了 嗯,才刚开始而已 上映咯,去看,去看,看刀,好刀,哭刀 金马奖影帝吴康仁带着他的得奖作品 《复都青年》回来马来西亚 并与大马演员陈泽耀接受《东方日报》的专访 听说吴康仁在拍摄期间曾有过被骂的难忘经历 而阿哲到底为什么会累撒我们的采访现场呢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让吴康仁和阿哲亲自告诉您 哦,应该难忘早就被骂了 哦,你说晒黑之后穿着戏服冲去厕所 就被马来的阿姨骂 说刚扫完厕所你就给我弄进去 啊对,阿哲网不赖 到时候被骂的心情很好 哦,我被当作是马来人我就很开心了 那没有太多特别的遭遇啊 也没有被抢啊,也没有被遇到什么危险的事 反而都会觉得马来西亚的单纯跟善良 我还是认为是体感啦 身体的感觉,体感 我自己觉得体感可能是跟台湾人不相 就是伯仲之间吧 因为台湾人也很善良 也很温暖 那我感受到的马来西亚华人感觉也很好 甚至是马来人 对,我都觉得他们很善良很单纯 每个入围者的作品其实都很不一样 每部戏都不一样啊 你要怎么去第一大家好或不好 然后有的时候作品就局限于你能发挥的东西 也有可能的 对,种种的可能性 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奖项而迷失自己 也不要因为一个奖项而去拼命的 用力的去演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我真的认为《复杜青年》是马来西亚的骄傲 因为真的是拍了一部很棒的片子 反而他跟导演李玲啊 杏杰姐倒讲得比较含蓄 可是我是台湾人我没有包袱 我认真的 因为他在国外拿的那些奖项 真的是太可贵了 那些人甚至都不知道马来西亚在哪里的国家 我认真觉得 他们既然可以看《复杜青年》那些评审 愿意肯定他把一些观众票选奖 甚至是评审奖 甚至是一些人道奖项给《复杜青年》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 对跨领域跨种族的一个共情 那种东西既然他已经拍出来了 表示《复杜青年》有他成功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复杜青年》 《复杜青年》在国外有这么受欢迎 我到最后我一直去想 我觉得是一个很真诚 很简单 以一个马来西亚人的一个视角去把这个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东西 大环境的故事给拍出来 对 所以有些人的生活感受比较强 或者是他们甚至欧美国家 他们根本没有想象到说没有身份 这回事到现在这个世纪还有 对啊 所以就打动人家了 你说因为我们互相扶持 其实走了这15年来 其实我是被他影响 甚至他教育了我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 以前真的是懵懵懂懂 年少无知 在17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才进入这个 这一行嘛 对啊 那 嗯 去到金马是他跟我说过的一个目标 我记得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希望 我可以是他的骄傲 其实我这个我一直都记得 我一直都记得 我一直在想 嗯 我什么时候可以是王力宁的骄傲 已经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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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才刚开始而已 哦 你很厉害呢 对啊 对啊 也是 对 已经是了 知足常乐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可能 这句话有点 有点过时了 有点老套 那我来拍完复读之后 真的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原来我们拥有东西真的非常多 甚至我们还在不断的搜寻自己 还有什么东西是想要的 手表 好 名车 还是名望 还是什么 那我自己觉得感受上好像拥有东西太多 我是不是要慢慢的去剪去 用剪法去过生活 因为认识到那群移工才发现 他们一天 他说他一天吃一吃东西不就是三十块搞定吗 三十块马帝 他说他一天三十块 他可能过得还蛮开心的 他又可以存到五十块马币 或是说他很高兴的时候 我今天打两份工 我今天早上是八十块哦 等一下我下午去做就是八十五块 多五块 然后他耍帅的跟我说多五块 我说哇 原来那个五块的价值 对于他们的心中的分量 如此的重 因为我觉得拍一部《复杜青年》 没有办法影响到制度上面的改变 没有办法影响到大家可能对一些 乙工的看法等等的 那只是可以给他们先有一个remind 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那个影响是什么 拍完《复杜青年》 让我更有勇气 跳出舒适圈吧 因为哥哥说了一句很真的话 你在这边也赚不了多少钱 也饿不死哦 对不对 对嘛 但你要不要勇敢一次 要不要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勇敢一次 或者是破釜承受 如果您也想知道 吴汉人和阿泽在电影中的演技 是说么的棒 就一定要每个儿庆祭更支持 希望可以打破在台湾的票赏记录 让本土电影在马来西亚 继续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